动保团体与网友联手 组300狗儿乘组上肉 说到狗儿在中国的待遇 许多曝光的报道经常引发众怒 让人对人性失去信心 但这次320条狗被一辆卡车送到吉林的屠宰场 也就是中国第二大狗肉市场的这则报道 却恰恰相反 当这辆卡车在7月23日行进辽宁省 车上的狗已经在酷暑中挤了至少12个小时 而且没有食物也没有水 维权人士发现卡车后 立即和当地网友携手跟踪卡车 并且通报警方 在中国吃狗肉是合法的 但每只狗都必须要有检疫文件 才能按要求屠宰 当警方要求卡车驾驶提供文件 他一项都拿不出来 这些狗狗便交到中国动物救援组织的手中 他们现在正在收容机构接受照顾 未来几天就会开放领养 尽管这是个美好窝心的结局 但此事也提醒了我们 中国每年都有上千万只 没有这么幸运的狗儿被宰杀 还有更多狗儿需要世人申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